原标题 李宇童这件的混战暂且不说 不少网友惊奇地表示 李小璐什么时候又与薛之谦又牵扯了呢 更甚至按李宇童这话的意思 李小璐与薛之谦的关系并不一般 在吃这场混乱瓜的同时 不少网友再一次心痛假奶酿 网友认为如果李宇童说的真是薛之谦 那李小璐不仅仅与耶稣们有关 更与薛之谦有奈昧不明的感情牵扯 事情很快地发酵上了热搜 吃光网友也是看了李宇童在看薛之谦 之后再看看李小璐 当然也不免关心一下一绿帽盖顶的假奶酿 而不堪受找的假奶酿 也终于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开枪发声 称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并表示不希望什么事情 都被戴上这一番情真一切的短文 更是让网友知乎心疼 本来是两人的家庭事 现在却被全网知道了 设定绿帽也戴得比较了 由此不少网友发散地 想到了另一位立帽照顶的男星 潘月明 同样都是妻子 宇童内人是暧昧不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